永丰社区关华据点 每周有三天的集体共餐 县议员蔡宗志为家会社区 让长辈们吃得更营养 每个月固定提供猪肉食材 希望让社区长辈有更好的照顾 协会理事长石玉明 感谢蔡议员用心照顾社区 午餐的食材来源 都是厂德县议员蔡宗志 每个月提供猪肉 其他还有一些我们志工 提供蔬菜 还有一些代表 提供一些点心 长辈们也表示 在据点吃得很好 这一天又刚好有张河社区来交流作果 让中餐更加丰富有料 一个星期是三天 今天是第二天的 那些老人大家来这里吃得很高兴 还有菜都很香 蔡总组每周都关乎一天豬肉 一天肉饭了 吃得很好很健康 今天又有做 小鸭和红鸭和鸭鸭和鸭鸭 县议员蔡宗志也与社区长辈们共餐 边与长辈聊天 边了解社区的需求给予解决 蔡议员表示 永丰社区另外安排每天的课程都十分丰富 欢迎长辈多多参加 促进身体更加健康 拜到拜五所有拜课程都拜到一末 像他们最近也推动到一些太古 就是我们在中国的 和这些长辈在这里学习太古 也排舞也有 这我们都请我们的专业老师 都来在这里把这些长辈祭祷 希望我们附近这几里这些师座 如果没做什么可以来英雄社区 来参加到这些活动 因为来参加到这些活动 真的是有益身体健康 我们这里的方式是大 我们这里的家里是大人 可以多多做出呼吻 永丰社区关华剧电 目前一周有三天共餐 也感谢蔡宗志议员 提供每个月的猪肉食材 让长辈们不仅吃得健康 也藉由共餐及丰富的课程 促进长辈涟漪情感 生活过得更充实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